哈喽大家好 这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设置驱动关键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绑定好模型和刷好全容之后 发现有些不会动起来呢 会有一些挤压和穿插呢 又或者是一些地方的变形的方式 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呢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驱动关键针 Driver Key来帮忙做些事情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好的 那一般我们 绑定模型啊 什么全钟啊 谷歌都刷好之后呢 我们要来测试这个动画的时候 我们会有时候会发现 比如眼睛啊 这个眼睛 我在闭眼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穿插 这个穿插呢 是靠我们谷歌和刷全钟 是没办法修复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用到驱动关键针 驱动关键针怎么设置呢 首先呢要把你要做这个 这个谷歌 设置一个动画关键针 我先这边简单的设置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0到30成就有个闭眼的动作了 然后呢我们来到物体模式 选中我们要变形的这个物体 来到这边的 shape keys 我们按一下这个加号键 会出现一个basic 这个basic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个 模型的基本的一个形状 不用去动它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加号键 按加号键会出现一个k1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我们要让它在 闭眼的时候这个模型啊 有点这个enp呢 给它修复修复过来 所以我们就把 我们先把这个ke呢 改成l的enp 好 然后名字改好之后 我把下面这个volume呢 把它改成1 volume改成1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雕刻的步骤 大家可以先看我做一遍啊 然后呢用雕刻的方式 把这个眼皮的形状给 给做到位 把它移动到你想要修改的位置上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做这一系列步骤的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让它 在闭眼的时候 我这个模型是这个形状 然后呢 在张开眼镜的时候 它这个模型是这个形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现在只有两套模型 我把这个模型改过了 我现在啊 它就是要设计一个 嗯 开关一样的东西 让它自由去切换这两套 这两套模型 啊怎么设置呢 还是来到这边 按照这个数字1的时候 我们按下右键 这边有一个add driver 然后呢 在这个面板里面呢 我们在第一个type里面 改成这个average value 然后 诶 然后动一下这个面板没有了 那不要不要紧张 我们再按右键 好我们按那个add driver也可以 嗯然后呢 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改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按这个object呢 我们把它改成rig 这个rig呢 是我们用那个rig 发rig出来 那个可以绑定 可以做动作的那个rig 我把这边 我这个模型的名字叫monkeyrig 我就按这个 然后呢 boom呢 是哪个boom呢 我们来 按出这个骨骼 我们切换到骨骼模式 然后来到layer里面的 第二排最后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我在移动的时候 我可以发现 它是这个骨骼去控制眼镜 眼皮的上下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这个骨骼 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可以看 左上角这边 叫mchridtl002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知道这个骨骼的名字之后呢 我们还是来到这边来 我把这个骨骼 叫mchridtl002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type改成 x的rotation 为什么是xrotation呢 因为是在这个方向 它是这样子 旋转 所以按着xrotation 这个方向旋转 然后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全球改了之后呢 我们在space 改成location space 它自己的一个 旋转轴 好 那我们现在 已经设置好关键证了 我们可以看到左右眼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现在 1的时候 就用原来这个模型 我们在闭眼的时候 它就是 这个模型呢 就会切换到我之前 刷过全中的这个模型 但是这边呢 这个数字应该是1 但是这边是显示0.794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数学函数的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我不是很懂 但是呢 我研究出来一个比较苟的方法 就是通过调曲线去修改这个数字 我们把先把这个 呃 我们可以先把这边的多元的关键证删掉 然后再1 然后呢 选中这个关键证 然后在30帧的位置 我们去移动上下 通过手动的方法 去把这个数字调整成1 好 那这样呢 到30帧 它这个Value就是1 这1呢 就是我们之前雕刻的那个形状 所以呢 现在从0到30 它会这个数字会组件的增加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很很顺滑的闭眼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做好一个眼睛之后 我们要镜向另外一只眼睛 那怎么做呢 首先在L这边 是在1的状态下 按一下加号键 有一个 出现一个keyout 对不对 keyout之后呢 我们按这个小镜头 这边来一个 第一个new shape from mix 然后出现一个key3 对不对 然后key3呢 再按一下小镜头 这边的mirror shape key 好了 现在key3呢 已经变成了这个形状 然后 我们按一下 我们拖动一下这个volume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key3是可以变化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keyout 就其实已经可以把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把这个改一下名字 这个双击改一下 好的 好了 改了名字之后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操作 我们itake driver 这边呢还是一样的 这边的object 改成rig monkeyrig bong是mch 然后呢 lid 刚刚是tl002 现在应该是t2002 对不对 右边 然后xlocation呢 改成xrotation 然后这边呢 改成 location 好 实际上呢 就会有一个扁的动作 但是还是跟刚才一样的 它这个数值是0.794 然后怎么改呢 我们还是来这边 用我这个比较 比较够的方法去修改它 可以起码这边打开 把l的这个锁起来 那这样会不会无操作 然后呢 它手动的移动移动 可以按住shift键 这样子呢 可以更精确的移动 像这两条直线 在一条 在一个点上 好了 现在呢 那两只眼睛就可以很完美的闭合了 而且也不会出现任何的bug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做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再做一个 比如说 嗯 手臂吧 一般手臂的这个手肘啊 也是这个重灾区 因为它也很容易发生一些形变 我看一下这个 好 好 两个 我先 也是同样的 先设置一个关键帧 还在30帧 给它这样子转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 这边手臂都卡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卡在一起呢 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让它有一点空隙 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那个布料结算的时候啊 有一点这种 串差 会让我们非常头疼 所以我们呢 需要把这边的 形状呢 给它 弄开了 这边串差给它弄开了 然后还是一样的方法按加号键 加号键之后呢 我们先 要先改名字 改名字 改名字之后呢 把它换到1 好 还是用这个的调克工智 给它按住shift键 给它 插一下 这边大家可以做的仔细一点啊 嗯 那当然 手走后面 因为我这边现在是被毛覆盖了 如果这个手走的形状 大家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修改一下手走 我这边是就教一些 分享一些小方法 好 差不多 好 我们这个左手弄好之后呢 还是突然的方法 加一个driver key add driver 嗯 这边改成average 然后这边呢 还是rig 蹦蹦是哪个蹦呢 我们不知道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回去 找一下它的那个谷歌 这边 啊 它的这个谷歌名字叫 org-force-arm-l 切换回这边 然后呢 open 哦 是我这边 这个谷歌这边搞错了 我这边应该是要用 monkey rig 这个是 哎呀不对 rig 是monkey rig 然后是org 然后是org fullarm-l 是这个啊 然后呢 xrotation 也好 现在呢 我们在转动这个手臂的时候呢 他这个 嗯 手臂的这个这个缝呢 就不会有穿插了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个镜像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我们在做镜像的时候 嗯 要把这两个吉他的给他 啊 这个够够关掉 不然的话 他这个数值都会一起被计算进去 还是先 把你不需要的 如果你这边有十个二十个 也都是这样 把不需要的都关掉 然后只留下 air arm 这个 然后呢 首先我们把按加号键 做出来一个 这个 做出来这个呢 给它按 new shape from mix 然后呢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的 mirror shape key 我再按 设置一下 它这边 就会移动到这边来啊 那我们这个 右手呢 它也是可以 这个 也有这个效果 我们把这个再 删掉 然后呢 把这个 名字 改掉 改掉之后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增加 加一下 这个 右手的这个 driver 我们先按 右键 add driver 然后这边呢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average object呢 改成 rig monkey rig 这个 bo呢 改成 for more or or for more 右手 这边呢 这边呢 改成 xrotation 这边呢 改成 location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右手呢 也是设置好了 驱动关键针 然后呢 然后现在我的手 冰了一个大 那好 那现在呢 我的 眼睛的手呢 都设置好驱动关键针 我把它嘴巴张开 啊 这是它原来的效果 就是嘴巴张开之后 它下巴的这块 肉啊 就会变成这样 特别难看 那我给它加一个驱动关键针 之后呢 这块肉呢 我就把它 为它拉出来一点 这样弄成圆圆的样子 这样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国度 好的 那今天这个转弯key的小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剩下的一些细节 大家同学们自己慢慢做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留言区评论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呢 就请关注这个频道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下次再见哦 拜拜